大家好,我是班拉帅,欢迎收看本期大观众,观战一下目前SE的小丑啊 佣兵,拉拉队员,勘探员加病患,两个博命,一个费轮,不够用啊 这阵容打小丑有点打不过,因为他们这边的唯一战力 或者说打小丑的唯一战力是这个勘探员,而勘探员这把我大不了,不跟你玩嘛 对吧,你怎么不可能全程跟着我打吧,你也不能像什么击球手那种,就上来就追着我打吧 看待员不太能见到,就上来打,而且呢,看待员的一个续航也不足啊 他不像击球手,所以这把的话,我觉得穷者这边其实比较难打 一个护兵跳板,可以,这边两块板子应该全下了吧 对,这个位置的话呢,对于小丑来讲就比较难处理了 过来找到病患,这个点位好像有点不太好近 不得不说穷者这边的话的一个位置倒是都选得不错啊 即便是佣兵这个点的话,小丑没有闪现,其实也打不到什么东西 来回拉,哎呦,180度大掉头,大掉头,大掉头 佣兵这边是直接跳护臂,这波护臂跳的有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小丑是有可能直接补闪现把佣兵带走的 但凡有一秒迟疑,我们可以看到小丑已经有这个动作了 不过这轮打完的话呢,佣兵这边拉开,小丑没有深追 佣兵这个时候一定要补状态,一定要补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高分段,哎,闪现取消插刀 好,这边来追看奈元,唯一站立 这边被闪现怼了个正着 补一个推进器,哦,补了一个封翼,补了一个封翼的话 这边就破板子,但看到有这边有磁铁 好像还得再等一波,还得再等一波的话 看到有这边磁铁再封一手,那小丑这边的整个击倒 相对来讲啊,还是偏慢的,还是偏慢的 这把倒是没有留意上量,没有带狩猎本能不太好 判断有没有带底牌 我觉得这局的话,佣兵这边还没补好啊 这招的补的有点久啊 反绕过来一锯带走,密码机总量加起来已经到三台 这局就是一个什么呢 小丑机会不多的宝瓶真胜局 因为勘探员这边前期的一个储备磁铁全部用完了嘛 所以他没有什么战力了 飞轮呢,这轮也没好 就可能求生者有且仅有的机会是两波薄命 然后看勘探员呢 打了一刀佣兵 本来想说的是什么呢 本来想说的是这把 那小丑这边的话是想要守这台机子了 本来想说的是就全是两波薄命 然后再加上勘探员可能后续剩的飞轮加磁铁 去冲一个私人开门战 这一波这样打的话 就看小丑这边能不能排到这个勘探员 并且将其击倒了 因为勘探员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位置上面来讲 这个位置小丑没闪现 你还是别说真不太好击倒 因为这个口子太大了 这个口子太深了 玩不动啊 这个点位我相信 看大约这边不失误 小丑其实拿他没有什么办法的 因为这个大口子操作空间太大了 这轮打完勇兵是吃了钻头 三成赞仪起 是起不来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 就密码精差的不多了 并且并换手里面是有一个活命的 这局好像是一个私人开门战了 这个私人开门战 而且挡不住 挡不住 再加上勘探员这边的话 手里有磁铁 一具带走密码机点亮 这勘探员还能再打 并换这边手里还有搏命 说实话这个局四跑的可能性都有啊 只能说这把 小丑没什么太大问题 求生者打得好 好在哪里 好在开局 好在开局 他们开局 防得太好了 这边要注意啊 门如果能点开 其实强行就一波是能够冲四跑 感谢大家的任务下 再见 拜拜